大家好,16点05分了啊,我们看看这个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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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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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在打仗啊 这个看到这我想起来一个词叫出功不出力 是吧 在糊弄事呢 糊弄事呢 是吧 这个必须啊 别给这个普京来这个是吧 这个这叫什么走个面走个面是吧 走面哎 这个现在你看他们刚才挂的那个旗子 那个头像是他们老总统卡德洛夫 卡德洛夫呢 就是俄罗斯支持的车臣人 还有很多只车臣人是非常恨俄罗斯的 那杜达耶夫那帮人主流是想独立的 后来两次车臣战争没独立了 怎么办啊 就最后双方达成一定的妥协吧 那就别打了 哎 然后普京他们扶植一个 后来老卡德洛夫被那个主张独立的车臣人 他这个就是有人给他泄密了 就是被渗透了 就跟现在俄罗斯两个中将六个少将被杀 有很多就是被自己人打死的 是吧 因为俄罗斯人乌克兰人有好多通婚的 现在在俄罗斯境内 呃乌克兰族的至少有七百万 对吧 他们都通婚 通婚的非常的频繁 非常的多 对吧 而且你打仗 你师出无名 你是侵略 啊 这死的八个将军 至少两三个是被自己人干掉的 其他人你怎么接近他呀 像那个海军的啊 像那个中将去接收赫尔松的 对吧 周围那么多保镖 他怎么死的 百分之八十九十 就是被自己人干掉的 对吧 这个 还有对 这个说到这儿我就想起了 这出工不出力 糊弄局的 有一个叫二六二法则 是吧 百分之二十是努力工作的 百分之六十 就是不好不坏的 就北京话叫腾混 腾混 跟着混的 大波混的 跟着混饭的 就混这点工资的 百分之二十 给了工钱都不好好干的 二六二法则 对吧 还有这个 看到这些车臣人 你看他们说 他们都是穆斯林 安拉阿克巴 真主治大 是吧 什么开斋节 古尔邦节 感觉他们到 到乌克兰 是是吧 是想过节吗 是想野餐吗 是吧 这感觉不是在打仗 他那表情 他那状态 看起来都是很放松的 这就是摆拍的 摆拍的 这属于大外宣 俄罗斯版的大外宣 是吧 另外呢 这就叫走个面 走个面 是吧 这个现在的小卡特洛夫 拉姆赞卡特洛夫 完全是普京给他拖着 对吧 这总统 所以他就解 是吧 这让我想起来在北京的一些东北人 在北京 比如说那个开那个拆迁公司的 是吧 比如这个地儿 宠门门 拆不动了 就让这些拆迁公司来啊 这个 还有在北京 有的那个东北的小孩 或者是这个保安 没活干了 在家 他们有自己的微信群 就叫保安群 有的时候打架 去要债 说我这要20个兄弟 啊 你给我来20个 给我来30个人 啊 多少钱啊 你去啊 就给你现场 现场给你 就是站个脚 住个威 啊 是吧 有钱的捧个钱场 没钱的捧个人场 一般你出一趟 这一天下来 你到现场戳着 有的给你弄身 保安符 弄个钢盔 拿个盾牌 200块钱一天 是吧 当然也不限于东北人啊 东北人比较多啊 这个就像那个前年吧 前年北京昌平 是吧 那个那个村叫香唐 崔村镇 那不进去好几百上千保安吗 那有的那保安啊 也有张家口那边人 山西人 内蒙人 哪的人都有 他干嘛呢 就是大学生 就是那种野鸡大学 民办大学 本来上课 也就是糊弄事 基本上交了钱 差不多的 做个币 就考试 就给你个毕业证 反正那毕业证也不值钱 现在好多孩子 就不想去打工 就干这个 一天200块钱 200块钱 不管打人 打人 你担给加钱 这都有行情 有这种专门的 就是干保安的这种人 我需要200个人 谁给我 传人给你传起来 是吧 这都有这种专门的微信群 是吧 就干这的 我感觉这车臣人 就是干这的 去汤事的 去腿哄的 是吧 其实真正到打架 下死手的时候 他就不去了 是吧 他就狼上狗不上了 就得让俄罗斯的那个精锐部队 可是精锐部队 也只是平常吃的好点 装备精良点 编制大一点 是吧 你看那个这个第一禁卫装甲军 是吧 这个他是有六个团 一般的师是四个团 他有八个团 他有八个团 对吧 他的编制比较大 然后好装备提前给他 就跟那什么中国共产党 那什么38军 27军 但是真能打仗吗 也不一定 是吧 就是 说白了 就是一种特权军队 对 对 对